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叶子继续平平稳稳的 息口也有6里 这大约的水平 所以想在现阶段仕入 再加一点 又会有可能是否有弱势 我觉得中移动觉得跌下去 可以在这些水平上去收手把 因为6里的防守程度相对上强 最近的跌幅也不是很大 也只可以接受 到页目还是平稳 要后有单买的话 亦不需要一注买 分两三注 因为4月还行了 今天是被穿过 然后压回上去 你难保这些股 如果大雪堆下去都会有一个调整压力 你不可以... 虽然它业务平稳 又有息又有防守性 不代表不会跌 所以你会看到它好像试一试 这个环行区好像穿一穿 虽然叫做压回上去 但我都觉得如果想去抠一下 又分多两三次这样做 它会比较妥善 如果它跌低一点 相当食量又会更加吸引 而且可以拉低成本 除非如果连三月的低位都打穿 才能考虑 看看是否需要止血压 否则的话 我觉得这只是可以放入仓中长线 持有着股份